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森 在這邊跟大家說恭喜發財 新年快樂 這影片過年的時候呢 是非常好的一個氣氛 要來玩一些小遊戲 像在這些小遊戲裡面呢 就是我有一個最喜歡玩的遊戲 就叫做 烈網的紛爭 是一款還蠻好玩的一個手機遊戲 今天有一個 紅包的活動 像是這個紅包的活動啊 可以選擇要發放紅包 以及拿取紅包 那紅包是幹嘛的呢 我等一下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紅包的使用方式 首先呢 紅包這個東西就是 我可以發給別人 然後呢讓別人去拿到我的金幣 那偶像武品裡面呢 有六個紅包袋 那這個六個紅包袋呢 我可以使用六次 那我可以分別選擇發放在 世界伺服器 以及國家的聊天室 國家聊天室以及聯盟啦 對這份是這兩個 那國家呢 就是可以去發放 給所有國家裡面的人做使用 如果是聯盟的話呢 那就是聯盟裡面的人 可以選擇拿到你的這樣的一個紅包 那這一邊呢 我可以選擇輸入他的數目 以及紅包個數 還有 我可以留個言喔 在這邊我要打一個 阿森好帥 好 我先選擇發在聯盟啦 因為數量跟金額都可以自己決定 你想要怎麼發就怎麼發 你要發好發滿都可以 這應該就是 你金幣數量會出於你發紅包的個數 選擇發在聯盟聊天 接下來就可以發放 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紅包丟 丟出來 這樣子的話人家點選就可以拿到我的紅包了 這就是你一個紅包的狀態 以領取零跟三個 還有共零分之兩千的金幣 像是這一邊 喔他們已經拿到我的紅包了 你可以看到 董哥 亞塔尼斯主教 以及PSD0105 0105的手機最佳拿到的是43美金幣 對 我去問外國人 外國人應該不知道 這遊戲很多外國人 外國人應該不知道 紅包是什麼 他們只知道這是千錢 又千好搬事 沒錢就沒辦法搬事 這遊戲真的很多外國人 沒有紅包他們點開來 應該也可以拿到我們的一些錢錢之類的 一直發放紅包 像是這一個 就現在拿到了 就是金幣 這些金幣 可以一直去發放 它會從你裡面 右上角 你自己本身的金幣有去扣除 那放紅包是幹嘛的呢 就是專門的 雞雞英德 做做善事 好人有好報 然後呢 救濟大家 這一個缺乏金幣的窘情 這種金幣應該都是屬於一個比較 有資本的人才會選擇發放的 那如果說是沒有資本的話 就可以去拿人家的紅包 新活動 看來有些人還是不知道這個活動 跑跑隊長拿了530 七美的金幣 萌萌的 萌萌的 如果你在24個小時之內 就是你發完紅包之後 24小時之內 你的紅包沒有發完 那它多的東西 會 系統會自動的還給你 對 它會直接還給你 可是應該很難 那像紅包這個東西 應該大家都是 會想要去拿的 滿滿的機密發給大家 其實 應該看到紅包 就直接想要來點 而且這也是 這次的活動 就是我們 過年 過年之後呢 就是發紅包 拿紅包 好開心 好happy 那紅包呢 可以在這一個商城去購買 那有些商城呢 就是有一些禮包裡面 才會有紅包 有些禮包是沒有的 像是資源禮包 沒有 春節禮包就有 那除了這一次過年之外呢 還有一個 很好很好的一個活動 那就是 猴子 餵猴子 這次是猴年嘛 所以呢 這次獵玩風箏裡面 所有的春節活動 都可以拿到水果 那你水果呢 就可以拿去餵猴子 可以拿到材料 那現在來餵一下 餵養小猴子 100頭 好 這有點像是那個水果人堂 小材料寶箱 對對對 這些猴子 會來給你一個猴子的報恩 那除了猴子 為猴子可以拿到東西之外呢 還有一個什麼 猴王的寶藏 那這個猴王的寶藏呢 就是 講簡單講 就是 它就是猴子裡面的猴王 那呢它主要的方式 就是去拿一些 大量的金幣還有少量的獎勵 那你如果是為小猴子 要拿猴子的報恩呢 它就是會給你一些素材 劍材的材料 讓你去做使用 對 大致上是這樣 他們都會有一個 有機率可以獲得很好的東西啊 所以是可以去拚個機率的 反正大過年的 就是稍微賭個機率 其實也不是什麼壞事情 開開心情結束 這一場的一個過年的氣氛這樣子 對 然後呢這一次以上 就大概是Crash of Kings的活動了 對 有紅包有猴子 然後有春節活動 那大家要多多注意這一次 Crash of Kings的春節企劃了 好 那最後呢 在這一邊祝大家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紅包多多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介紹 大家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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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